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这次我们来讲一个就是一种形象 一种人物的形象 就是咱们经常见到古代有些这种读书人 比如叫穷刷比如叫福 就是腐败的福 就像孔一姐这样的人 就像范茎这样的人 这种人肯定是有的 而且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一种文学形象 其实这种人咱们实际上从命格上 是能够给他分析出来的 这种人一种共同的特征 往往就是亦旺为继 而且没有财来坏印 就是他这种人一般的没有什么感情 也没有什么财运 就是科举也不行 但是他如果有一个女的跟他结婚 有财 现在有财来坏印吗 他的运势有可能还会变好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的常见的 一般的来说 如果印心他没有卸的东西 又有没有财来破 我们就说他往往就是比较还算 因为印旺为继续嘛 而且又克时商 那就比较的困局 困局 忧郁 时商也代表这种欢乐嘛 表达嘛 这就比较压抑 总体来说这就不好 而且印旺的人 我们说比较的懒散 光的能力小 思想成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 最后呢就是这种老学究的形象 今天看书 在想象 在解读 但是呢 他就干任何事情 他就手无腹肌之力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种想象力丰富 依赖性比较强 比较懒散 而且呢 印也就面子 这种人呢 死要面子 活受罪 就像孔一级这种形象 为了面子呢 甚至弄虚作假 不切实际 打中脸充胖子 觉得迂腐 这种人 我们经常在 一些古中剧里面 像都是看到的 都是看到的 而且这种人 既然他没有财心 也没有食伤 那他的用钱伤 他就别的小气嘛 而且他没有钱 他不善于去经商 而且印旺的人 比如说保守 天天宅在家里 也不出去玩 也不愿意花钱 也没有钱 就这种形象 但是这种人 他一旦找到一个贤妻 这个贤妻 有这个财来坏印 财来坏印 或者是流年大运 做到财运上去 把这个印给磕掉了 他往往运势 就会转好 这是古代的 也很多的读书人 这种 自己科举公民也不行 这个家庭出身也不好 阅读诗书 我们叫阅读的才子 叫叛女鬼 就是这种形象 他非常也渴望 突然出现一个女鬼 或者是出现一个美女 能够帮助自己 能够抚慰自己 这种孤寂的这种心情 让自己突然间 这个文采变好 这个脑子开窍 人生走向辉煌 另外咱们也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阎如玉 如果真的有阎如玉 出来帮他的忙 那肯定他读书 也能读出黄金屋了 好了这节课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